它绝对算得上是重庆最邪门的鬼迪 城市开发意外挖出湿山 甚至还要请来得到高僧超度镇压 这重庆七星岗为什么灵异事件不断 据说这背后的真相令人头皮发满 重庆有三处著名的鬼迪 第一个是在北备区的东阳镇 大托河畔的民国第一鬼楼 它是鬼片《夜半歌声》的取景地 第二个则是《渝中区春森路》的75号 是电影《一双绣花鞋》的取景地 最后一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通远门外的七星岗 也是重庆最著名的鬼迪 也是曾经当地最大的乱坟岗 传说七星岗最开始并没有名字 只是城外五公里的一座空旷的小山丘 因为附近有很多村民离世后没钱买棺材 于是便被草草地埋葬在这里 时间一长这尸体越来越多 后来出现了按照北斗七星阵法 摆放了七口大水缸 所以就被叫做七星岗 后来也逐渐演变为七星岗 那么这里究竟为什么灵力事件不断呢 难道只是因为埋葬了一些尸骸吗 实际上七星岗下不止有寿终正寝的村民 还有数以万几的冤魂 明朝末年朝廷昏庸 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 崇祯17年 火焰王张献忠带着60万兵马围攻重庆 在经过六天的激战之后 终于攻破通远门 占领了川东要地 这张献忠在进入重庆城后烧杀抢掠 甚至将城中不愿意归降他的将士和百姓 全部砍掉了胳膊 古记中有记载 城中百万生灵无一逃者 砍手三十余万 流血有生 当时正值八月 重庆天气炎热 许多被砍掉手臂的人无法得到治疗 都因伤口感染而亡 加上工程师死伤无数 重庆一时之间尸骨累累 恶臭难当 因为担心将尸体抛入水中会污染水源 这张献忠救命人在城外的七星岗 挖了十几个大坑用来填埋 因为死亡人数太多 尸铿在被填平之后 就接着往上跌放 最后形成了一座座石山 一时之间 通远门外的这座七星岗 煞气弥漫 阴风阵阵 成了重庆人们口中的鬼地 当地也开始流传着通远门 锣鼓响 买死人的歌谣 相传每当黄昏降临 这里就会响起那些冤魂 如气如素的无言声 等到了晚上 就会转为可怕的不好 几百年过去了 有人说这里的冤魂依然没有消散 因此在重庆当地的居民之间 就开始流传着许多 和七星岗有关的灵异传说 重庆七星岗 为什么被称为是杀气最重的地方呢 难道关于它的诡异传说 都是真的吗 明长末年张献忠 在攻入城镜之后 许多反抗的将士和百姓 都被财人杀害 其中就有个女人刚成婚不久 却在街头亲眼目睹 自己的丈夫被杀死后 拖走了尸体 由于女人承受不住打击 最后精神失伤 在她回到家后 开始整日的绣荷包 认为丈夫早晚有一天会回来 后来张献忠手下的士兵 闯到了家中 看到女人年轻貌美 将其侵犯后又当场杀害 女人的尸体也被丢到了七星岗 然而自从她死后 就有人半夜看到一个 衣衫不整的女人 坐在七星岗的乱世上哭泣 在手里还一直绣着荷包 自此之后的几百年间 重庆当地的居民 都对七星岗进而远之 时间来到近代 1929年2月15日 重庆市政正式成立 民国二级陆军上下潘文华 成为第一任市长 因为重庆三面临江 主城区面积非常小 在她上任之后 就逐力扩大城市的对墨 并想将通远门 到商经寺一带 开辟为新的市区 从而将重庆的主城面积 扩大一倍 因为这里是内城 也是唯一通往外界的陆路通道 1929年2月 重庆开始修建 通远门至上青寺的公路 也就是现在的中山一路 然而诡异的事情 却接连发生 先是施工队 在七星岗一带 挖出了无数事故 据说数量高达43万区 然而这些事还 因为年代久远 大多无人认领 所以就被施工队 随意地抛在了路边 这过往的百姓 都被吓得人心惶惶 他们认为这样做 不仅打扰了死者 而且还冒犯了神灵 那段时间修路挖坟 破棺漏骨冒犯神灵的说法 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 但潘文华是当兵出身 在战场上杀人怒骂 又一路受到将军 怎么可能会信这一套呢 于是要求施工队继续施工 这挖出的尸骸 若无人认领 就让施工队自行处置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开工还不到一个月 塌方灌水山体滑坡 等一系列诡异事件 就频繁发生 当时的包工头赵老板 经验丰富 想起了当地关于七星港的传闻 便急忙找到潘文华进行反应 他认为多半是冲动了当地的冤粉 所以最好请大师前来超渡 可潘文华直接拒绝了赵老板的建议 紧接着他便督促施工队 加快修路进程 否则就要严加问责 重庆七星港到底有多恐怖 当地人为什么都弹指色变 而传说中金刚菩提塔 真的是在镇压什么吗 然而就在施工队 重新开工后的第二天 就发生了一件 让所有人都极被发凉的怪事 当时有两个寻业的工人 一个叫张水旺 一个叫彭永发 他们半夜来到七星港的工地进行巡视 以防止对方在路边的建筑材料被投 其中有一段路面 因为白天刚刚浇住了水泥 所以表面还没有凝固 这两人打着手电 走到了这处新建的路段 谁知一抬头就看到前方 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红衣女人 由于夜黑根本看不清脸 这张永旺和彭永发 一边拿着手电筒去照她 一边往女人那边走 这张水旺的胆子大 冲着女人便喊 你是谁 是不是来工地上偷东西的 然而就在他们 快要走到这个女人面前的时候 她却突然转过身 露出了一张 没有皮肉的骷髅脸 这张水旺和彭永发 都被吓得大叫一声 于是转身就想逃跑 因为慌不择路 这张水旺直接脸朝下 整个人都跌倒在 没有凝固的路面上 就像是陷入了昭泽地 根本就挣脱不出来 后面的彭永发 眼前那个女人向他们走来 也顾不得去救张水旺 自顾自的想要逃命 结果等到第二天 工人们发现 这张水旺直直的趴在路面上 只有后背勉强的露出来 而彭永发的尸体 则插在七八根钢筋上 两人的表情恐惧 死相极其惨烈 一夜之间两个工人惨死 也让赵老板惊慌不已 他再次找到潘文华表示 这个工程我不干了 随着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百姓纷纷指责潘文华 因此造成的民怨极大 而七星岗闹鬼的传闻 也被推到了高潮 为了平息这次工地上的闹鬼事件 潘文华请来了西藏的高僧 多杰阁西送经祈祷 又耗资四万银元 历时两年 在七星岗修建了一座 藏式的不敌金刚塔 这座佛塔的四周 有低矮的围墙 最底层是巷内低收的方形虚拟座 这塔座上还装饰着碑记和经文 1931年2月16日 西藏喇嘛主持了不敌金刚的开光大典 据说这场法事持续了14天 数位喇嘛持续诵经 超度和安抚七星岗的亡魂率 就是希望阴阳两界可以相安无事 然而关于七星岗闹鬼的传闻 却一直没有中断过 1966年有人曾扬言 要砸了这座不敌金刚塔 但说完没多久 就在佛塔的附近摔骨折 1997年 有户人家买了七星岗附近的房子 可自从住进这里 他们的儿子每晚都会做噩梦 梦见一个绣荷包的女人 这一扇不整地走到她前面 这孩子经常会哭泣的声音 和恐怖的脸下醒 时至今日 通远门 罗古响 埋死人的传说 依旧在重庆流传着 好了 本期的视频 今天就讲到这里 关注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